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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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比較姊的時代 但我覺得其實女強人這個名詞 應該已經不是很流行的啦 因為現在職位做得很高 又很有才幹的語言非常的多 所以我覺得我不會把她講成是一個女強人 但我必須說這會是一個常態 然後也謝謝大家滿喜歡這個角色 但是她完全跟姊的時代不一樣喔 就是她有很多更深層的一些角色意義在裡面 包括跟家人的那樣 就是影響她變成這樣一個人 一個絕對關鍵這樣 有 因為其實在第一集我們就可以看到 前面雖然有強的部分 但其實在後面家庭戲就有一個 她這個軟的 比較軟的地方 那等於跟佩儀潔合作的部分 第一場戲就是巴掌戲 我們讓妳稍微嚇到 佩儀潔比較害怕啦 她一直覺得很不好意思 所以妳就打吧 對 我們才合作第一場戲的時候 導演可能從各個面都 我一共打了五次來六次吧 我忘記了 佩儀潔打得一點都不痛 我說真的 妳真好 我也覺得很害怕 想說 欸怎麼第一場戲就是巴掌戲 這樣子 倒也不是 因為見面嘛 應該是三分琴 大家應該先和樂的 先打三分 對 結果後來一見面 第一場戲就先打了 那我 因為平常給人家 印象好像很強勢 其實我並不是這樣的女人 我很柔弱 所以我當然一直說 不好意思啊 待會媽媽要打妳啊 什麼什麼的 先跟她客氣一下 所以兩個在拍發展戲之前 還有些稍微的 比如說稍微的簡單聊一下 或幹嘛之類的這種 喔 沒有欸 但是我是覺得 中央是一個很敬業的 就是演員 因為那天我記得 我們進到宜蘭去家裡拍戲的時候 她說 媽媽我們可不可以先對一下腳本 就是現在的年紀人 很多人可能覺得我是女主角 或者我可能根本不需要喔 對 可是她很敬業 對 就我跟哥哥啊 還有她的三場 就我們三個人家人的戲 我們對了大概兩遍到三遍 她完全沒有看劇本 就非常非常的敬業 這是讓我覺得很棒 謝謝 因為我們必須要這樣 一代一代這樣傳承下來 認真的態度 我們將來台灣的戲劇 才會有發揚廣大的一年 喔 想到我覺得 可以得到佩儀姐這麼大的 肯定和讚賞 對啊 真的好幸福喔 我記得我這一輩子 被打最痛的應該是那個龍哥 就是龍少華龍哥打的 那我要讓你印象深刻 下次我打更重 還要打 別舉行行行好 龍哥那一次比較印象深刻 是因為他是真來這樣子的狀態 因為龍哥畢竟是男生嘛 他的手也比較大一些 所以他可能稍微比較控制不好 但是他也有說 欸 應該沒有打痛你嘛 然後我就說 沒有 沒有 怎麼可能不實話 但佩儀姐的部分 他就非常的溫柔這樣子 喔 很專業 他那時候跟我講說 他們以前拍更多這種巴掌式 其實那個打的可慘了 這真的不算什麼 他還沒飛到地上 我以前是飛到地上被打 因為我常演壞女人啊 對 到後面都要收視率 就是要壞人很慘啊 被打得很慘啊 對 所以這個還算溫和的 那有對一下什麼 比如角度力道之類的那種 也沒有欸 因為排八場戲其實也不容易啊 那這就是佩儀姐很有經驗的 沒有沒有 他經驗很豐富 對 而且我記得 第二次在跟他一起拍的時候 就是他演女強人的樣子 一個是在家裡 他很聽話的女兒 很任命的女兒 可是第二場戲 我在公司的時候 看到他那種俐落的穿著 跟冷宴的感覺 因為他不喜歡我到公司去推銷東西 可是我就不聽女兒的 他把我拉出來的時候 就是 就他第一眼看到我媽咪這樣子 他說妳好時尚 我說女兒妳好乖 結果我們見面就變成 佩儀姐真的很時尚 他在裡面演一個非常時尚的媽媽 他整個人以表各方面看起來 只貴妻 看他今天就知道 我怎能不疼妳呢 佩儀姐是不是真的會覺得 因為拍這場戲 好像真的獲得了一個女兒這種感覺 對 我有在觀察就是說 他會演我女兒的 就是我們兩個個子啦 各方面啦 對 但是他有一股很特別的氣質 是很古典 加上有一點冷艷 也不能說冷艷 就是高雅那種冷冷的 非常符合這個艾莎的角色 本身比較幼稚一點 沒有沒有 不會 我們慢慢相處 OK 可以 行 但妳這樣拍的時候 有沒有真的覺得佩儀姐 可能真的有一種 哇 怎麼就是 天啊佩儀姐演我媽這種感覺 我覺得佩儀姐真的非常非常的 親和力超級 就是親和力十足 然後所以其實我們拍佩儀現場 完全不會被改任何壓力耶 而且她好 那時候她佩儀姐是很愛聊天的人 所以我們只要一沒有在拍戲的時候 她就會去跟我分享她以前拍戲的一些經驗啊 然後生活的大小事啊 包括她 她從她的家庭開始跟我聊起啊 聊到她現在的生活怎麼樣 我就說哇 她都完全不用花時間跟她熟悉 她完全就是一個可以掌控全場的一個前輩 就自己刻很熟了這樣 對對對 不過佩儀姐 居然就是相隔十六年 怎麼會願意再接戲演出讓大家看到這樣 當然首先是因為三立的偶像劇是 大家都知道自己很好的劇本 然後再加上 一眼就喜歡我女兒啦 謝謝 謝謝媽媽 這個腳本讓我覺得 哇 重新付出是值得的 然後我就覺得 而且我兒子現在被客源慢慢大了 我也應該 我也邁路55歲了 我覺得人生另外一個階段 我應該開始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而不是focus都在孩子身上 老公身上 我要為自己而活 我搶到頭香了 那因為過去花系列就是真的蠻順子人性的 然後這次演出的角色跟花 花系列應該還是會 應該不會再是那種壞女人路線的吧 應該是另外一種 當然以前都是沒有演到媽媽 偶爾就從年輕這樣一路眼下演過媽媽 那時候沒有當過媽媽 不知道媽媽的角色是怎麼演 只能用揣測的 可是現在一路這樣演知道說 喔 媽媽的這個角色其實是很廣的 對 因為她的歌性會變成就是 中瑤的歌性會變成這樣 也是因為家庭的關係 影響到她 所以如果能夠好好的把它演好 我覺得這也蠻值得的 對 那因為現在第一場戲 就給了大家這麼重的一場 就是八場戲 接下來兩位的互動 要不要可以 會有什麼樣的進展 有簡單的 其實二三集到三四集 其實布艾莎這個角色還是蠻環熱 要照著跟她哥哥之間的衝突 對 然後那媽媽的部分 稍微會稍微沒有這麼快 講到直接衝突的部分 對 然後應該會慢慢累積吧 但是我覺得未來應該還是會有很溫情 然後互相理解 因為故事中這個女生她會這樣 其實是不只是媽媽重男輕女 其實媽媽也同樣遭受一樣的人生命運 所以才會傳到自己的女人身上 可能自己不自覺 對 所以一定會有一個 互相彼此了解啊 然後解開心結的一場戲 那在誇張戲 應該八場戲應該是最 還可以扯頭髮啊 打架啊 沒有 掀桌子啦 折腰 其實我跟她有蠻多 其實我是很關心她 可是從我嘴巴裡面說出來 就會覺得媽妳好煩喔 又來了 對 其實那個是蠻難去拿捏 但是我一定會把它拿捏到 是關心的媽媽 好媽媽 拿起來捏爆她 對 好 OK 謝謝 OK 謝謝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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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Sens Vari challenging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